参加完香奈儿大秀的王一博现身东京机场 准备回国,身穿红色格子衬衫相当细精 时尚范本经验登场 近日,国内知名艺人王一博从东京出发 回国途中经验了一众网友 这次王一博的时尚穿搭成为了时尚圈的热门话题 这次现身,王一博身穿一件红色格子衫 内搭黑色T恤,头上再戴一顶黑色渔夫帽 搭配经典的黑色款裤,整个人散发出时尚又亮眼的气息 这一身穿搭完美展现了王一博的个性与魅力 引起了海外粉丝的广泛关注 此次东京香奈儿大秀上,王一博的时尚表现不俗 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和视频 充分展现了中国艺人在时尚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尤其是在海外粉丝中,王一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容小觑 从娱乐的角度来看,王一博的时尚穿搭 无疑为娱乐圈带来了新的气息 作为中国艺人的代表之一 他在综艺节目、电视剧等领域中的表现也备受瞩目 与此同时,王一博的舞蹈功底和演技也得到了广泛认可 在国际舞台上,王一博的风貌和表现 无疑为中国艺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王一博的时尚范本穿搭,以及他在海外的人气和影响力 充分展现了中国艺人在时尚领域的崛起 相信在未来,王一博将会在更多的领域中 展现自己的才华和魅力,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作为中国娱乐圈的颜值担当 王一博现身机场,身穿一件红色格子衬衫 搭配黑色于肤帽和垮裤,整个人散发出无法抵挡的魅力 这件红色格子衬衫选用优质面料 剪裁独特,完美地展现了王一博的优势和特点 从时尚和流行的角度来看,格子衬衫一直是经典的单品之一 王一博的红色格子衬衫在设计,材质和特点上独具匠心 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和喜爱 这种别致的衬衫不仅百搭,而且适用于各种场合 无论是日常穿着还是参加活动 都能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 出发日本的时候,王一博的白色T恤一出现 当天瞬间受空,只能说王一博的粉丝出手 从来都不是吹的,可见其对于时尚的引领和影响 娱乐圈穿格子衬衫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而王一博的格子衬衫造型 无疑为这种趋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灵感 除了王一博的这件红色格子衬衫外 娱乐圈中也有不少明星钟爱格子衫 在明星同款的推荐中 你可以发现各种款式和颜色的格子衬衫 总有一款适合你的个性和品味 总之,王一博的格子衬衫造型 无疑为中国帅哥在娱乐圈中的时尚地位添砖加瓦 这种经典的单品已经成为时尚的代名词 具有不可替代的魅力和价值 如果你也想跟上时尚潮流 不妨尝试一下这种别致的格子衬衫 或许下一个引领时尚潮流的就是你 其实格子衫对于王一博而言 是经典穿搭中的一方亮眼的风景 他总能让男生多爱 女生疯狂地追捧 他的穿衣风格显然都成了很多年轻人追捧的穿搭 不得不说 王一博的时尚感就是有点酷盖的牛 好消息 由大鹏指导王一博主演的电影热烈 官宣将成为第25届上海电影节的闭幕影片 同时发布追梦版预告 该片全阵容也正式宣布 其中包括黄博 王一博 刘敏涛 任人鹏 宋祖儿等一众实力派演员 以及新生代演员卡斯柏 王菲菲 张海宇 廖博 月音 王海 乔治 杨小剑 周森林 孟少卿 张运辰 张又为的加盟 该片将于7月28日在全国上映 热烈的导演大鹏曾指导过缝纫机乐队 和受益人等优秀作品 才华横溢的他备受观众喜爱 此次他再次发挥了自己的才华 指导了这部充满正能量的电影热烈 据悉 该片的故事背景是一个草根少年 王一博饰演的地板舞者沉硕 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过程中 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考验 但最终凭借不懈的努力和坚韧的毅力 成功实现了自己的街舞梦 预告片一开始就展现出了少年 追逐街舞梦想的热血和决心 黄博和王一博分别饰演了教练和少年 两人之间的互动更是让人期待 刘敏涛和岳云鹏的加入 也给影片增添了一份喜感 他们的表演让人忍俊不禁 而宋祖儿的特别出演 更是让人期待不已 毕竟他跟王一博的渊源 还是一个笑梗呢 还记得王一博的经典吐槽语露吗 你的家人没嫌你烦吗 不知道这次两人再度相遇 会碰撞出什么搞笑的画面 此外卡四百 王菲菲 张海宇 六伯 叶英 王海 乔治 杨小剑 周森林 孟少青 张应成 张又为等新老演员的加盟 迎集了街舞圈大神 也为这部电影注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跟专业度 这部电影不仅有实力派演员的阵容 更有精彩的故事情节 和感人至深的情感线 大鹏导演将用他独特的视角 展现出一个热血沸腾的追梦少年的人生历程 让观众感受到坚持梦想的力量和勇气的力量 据悉 该片将呈现出一种幽默诽谐的风格 同时也会深入探讨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挑战 总的来说 热烈是一部非常值得期待的电影 它不仅有优秀的导演和演员阵容 还有精彩的故事情节和深刻的主题 作为一部充满正能量的电影 它一定会激励更多的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 如果您喜欢励志电影和喜剧电影 那么热烈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闭幕影片的选择 也证明了上海电影节对热烈的重视和期待 作为一部备受瞩目的电影作品 它将成为本届电影节的压轴大作之一 对于喜欢电影的人来说 这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可以一睹这部精彩电影的真面目 热烈将于7月28日全国上映 相信它会成为这个夏天的一部热门电影 如果您想在电影院里感受更多的欢笑和泪水 那么不妨走进电影院 感受一下这部优秀电影的魅力吧 王一博的经历 如同剧中的陈硕 有着千丝万里的联系 来自于街舞 执着于热爱与追梦 他在街舞圈成就自我 王一博在娱乐圈中同样带着街舞的梦 在实现自我的价值 喜欢街舞的人 喜欢王一博的人 必然不会错过热烈 5月27日 乐华娱乐通过微博表示 旗下艺人王一博深受私生困扰 除了跟机和追车 私生犯还多次闯入剧组 甚至前往王一博父母和朋友家骚扰 乐华娱乐呼吁 坚决抵制 通过不正当渠道获取艺人行程等 追思行为及一切可能扰乱公共秩序的违规行为 追思 犯缺用语及部分粉丝追踪明星私生活 该声明全文如下 近期我私艺人王一博先生深受私生困扰 已经严重影响到其个人工作 甚至家人朋友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公众秩序 剧组拍摄期间在酒店蹲守 并雇佣多人闯入剧组 严重影响剧组的正常拍摄 经报警批评教育后仍不克制极端行为 多次前往王一博先生的父母和朋友家进行骚扰 并在公众场合围堵一人 屡次跟机 追车 并在机舱内寻衅滋事破坏社会公共秩序 上述私生恶劣行径 以严重触及我私和王一博先生的底线 以涉嫌侵犯王一博先生的隐私权 严重影响人身安全 在此我们呼吁坚决抵制通过不正当渠道获取一人行程等 这四行为及一切可能扰乱公共秩序的违规行为 特别是跟机 追车 酒店蹲守 敞入剧组 传播偷拍图片视频 住所蹲守 跟随人及家人朋友私人行程等 任何形式的跟踪和骚扰行为 感谢大家对王一博先生的关注与喜爱 让我们共同努力 多做对社会有正面意义的事情 感谢大家